大家好,我是电影名小雅,今天我们看泰国的恐怖电影《鬼影》,男人莫名其妙脖子酸痛,到医院检查也查不出什么毛病,结果照相机无意间拍下一张照片,上面惊现恐怖的一幕,原来男人肩膀上一直坐着一个女鬼,这背后到底暗藏什么影情? 男主东是个自由摄像师,这天他带女朋友珍参加大学同学聚会,珍还没有大学毕业,正在读大四,如今几个大学好友都混得人模狗样,大家在酒桌上有说有笑,回去的路上因为自己喝了酒,东便让珍开车,就在两人打情骂俏时,意外发生了,他们的车将一个女学生撞倒在地,珍本想下车查看,却被东阻止,他看了看路面,夜深人静,路上几乎没有其他人, 东让珍赶紧开车离开,就这样二人肇事逃逸离开现场,这天东到大学里给学生拍毕业照,镜头中突然出现一张惨白女鬼的脸,可定睛再一看,又什么都没有了,东以为自己眼花便没有放在心上,自从那晚交通事故后,珍总是心虚不宁,东却安慰他不要想太多,那只是个意外,东到朋友摄影店中取习好的照片,结果发现很多照片上都有一团诡异的白影, 东确信自己当初拍的并没有问题,当朋友拿出底片时,却发现上面就有影子,难道珍是自己的照相机有问题? 与此同时,珍这边也开始怪事不断,回到家,他发现用来洗照片的暗示灯亮着,便喊了几声东,结果没有人回应,门也从里面反锁,就在珍疑惑时,门锁在剧烈抖动后便自己打开了,他小心翼翼走进去,里面没有人,水龙头却一直在放水, 她已经瞥了一眼,差点吓得魂飞魄散,只见水池中竟然浮现出一个女人的头,珍想逃跑,可门怎么也打不开。 就在这时,珍突然从床上惊醒,原来刚才只不过是个噩梦。 在东取回来的照片中,珍很快发现不对劲的地方,在一张合照中乱入了一张恐怖的鬼脸,女人的第六感告诉珍,这绝不是照相失误那么简单。 为了搞清楚状况,两人开车重返当日车祸现场,从维修工人口中得知,这里只是路边广告牌被撞坏了,并没有人受伤,更没有人死亡。 为了确定这一点,东给朋友打电话,结果是案发当晚,附近医院没有接诊任何出车祸的伤员,警察局也没有收到任何报案。 再珍看来,这绝对不可能,被他撞倒的那个女人非死即伤才对,再加上照片上的鬼脸,珍认为两者必然有关联。 可东始终不以为意,也许那个女人被人救走了,至于鬼脸则是过度曝光引起的。 东独自在暗事中研究着鬼照片,突然鬼脸猝不及防动了一下, 这不免让东的心里也开始犯嘀咕。 不一会儿,珍一言不发走进暗室,东听到客厅电话铃响后便出去接听,不成想竟是珍打来的,说他等会儿就到家。 东一瞬间呆住了,如果电话里的人是珍,那么刚刚走进暗室里的人又是谁? 等他回到暗室,里面已经空无一人。 珍在路边看到一本专门刊登灵异照片的杂志,并和东一起去出版社看看。 图中东无意间说道,自从那场意外过后,他的脖子就很酸痛,珍让他赶紧去看医生,可现在东哪里还有心情? 来到出版社,两人就看到工作人员在用美图秀就披图,珍质问老板,难道你们刊登的灵异照片全是假的吗? 老板坦承,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多鬼照片,但这并不代表它不存在。 说完,老板拿出一张照片,上面就出现了他过世母亲的影像。 东怀疑照片的真实性,老板赶紧解释是用拍立德拍下来的,根本没机会造假。 他还告诉二人,照片中出现的这些鬼魂,要么就是放不下世间的一些人,要么就是来复仇的。 东刚给顾客拍好照片,突然灯光熄灭。 就在东摸不着北的时候,有人拿起相机对他一阵猛拍,忽明忽暗间,女鬼不断闪现,等到灯再次亮起时,一切恢复如初。 身心俱疲的东终于下定决心到医院检查。 称体重时,一旁的女护士显然被他的体重惊到了,还以为体重计出现故障,让东撑了好几次,但结果始终一样。 东的重量远远超过他看起来的样子。 不过X光检查结果显示,他身体并没有任何问题,顶多就是扭伤了,医生建议他放松心情。 回到家里,东做了一个可怕的梦,梦里他到学校找真,一进门就看见四下无人的教室里,只有真一个人坐在位子上。 东喊了他几声都没反应,走近拍了拍他的肩膀,没想到真就开始蹊跷流血。 刚被噩梦吓醒,大学同学汤又突然来访,他精神恍惚,一见到东就说自己要死了, 希望东把那些照片给他。 可是东根本不知道他要什么照片,汤激动的问道,你还记得那个贱货吗? 东以为他喝醉了,转身去给他老婆打电话。 就在这时,汤的眼神中充满了恐惧,他朝着房间的某个方向看过去,似乎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。 等到东挂断电话,汤已经没了人影。 真意外发现,那些出现鬼影的照片并不是随机的,而是有一个共同特点,那就是背景全都是学校实验楼。 他并没有把这个发现告诉东,而是单独前往实验楼调查。 动物标本事中,真拿出拍里得,看能不能拍到鬼影。 几次常试后,他果然在一面墙上拍到了。 真被吓得连连后退,就在他准备逃跑时,墙上的一幅画摔落在地,似乎在给真什么指示。 寻身走过去,真看到桌子上的一张合照。 照片中,校长正在给一位名叫纳塔的女学生颁发荣誉证书。 真一眼就认出了他,不就是那天晚上被自己撞倒的女人吗? 紧接着,他又找到一些纳塔的照片,其中一张是他和东的合照,两人看起来有些亲密。 另一边,东来到汤家中拜访,却在桌上看到一堆照片,上面全都出现了鬼影。 没等东想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,汤就从阳台一跃而下,跳楼自杀了。 汤的妻子泪眼婆娑地指责东,一切都是你们的错。 此时,东才知道除了汤,其他两个大学好友也都已经纷纷跳楼,一切都太诡异了。 真拿出照片,质问东和纳塔到底什么关系,照片里的鬼影就是他。 看到照片,东瞬间紧张起来,犹豫片刻,他象征坦白了一切。 纳塔和东是大学同学,性格内向的纳塔被同学们视作怪胎,在学校里几乎没有朋友。 东十分同情他的遭遇,私下和纳塔走得很近。 青春懵懂的年纪,一来二去,两人便发展出了地下情。 知道东喜欢摄影,深爱他的纳塔便买了一台最新款照相机给他。 纳塔甚至将第一次也给了东。 可是在其他同学面前,东却假装不认识纳塔,哪怕同学欺负他,东也不会替他解围。 因为东根本不是真的爱纳塔,一开始接近他只是因为同情,时间一长就连同情都被消磨殆尽。 东主动提出分手,和纳塔已经陷得太深,不惜割换自杀来挽回东。 可惜并没有用,最后两人还是分了手。 此后纳塔再也没有出现过。 东告诉珍,当初自己拜托同学让纳塔不要缠着自己,至于他们做了些什么,他并不知情。 东意识到下一个遭殃的很可能是自己,躲避没有任何用。 于是在一个周末,他和珍开车来到纳塔位于乡下的老家。 在这里,二人发现纳塔一直躺在床上,早已变成干尸。 母亲不肯接受纳塔已经死亡的事实,迟迟不愿将尸骨火化。 东赶紧劝为纳塔母亲,你应该赶紧将她火化呀,不然她的灵魂无法得到安息。 说完还把拍到的灵异照片拿给她看。 动之疫情,小之一里,对方终于答应将纳塔火化。 不过在火化前,还要举办一场超度仪式。 仪式上,一位大叔告诉他们,自从纳塔从学校回到家后,整个人都变了。 他曾尝试吃安眠药自杀,但被母亲及时发现送到医院,可最后他还是在医院跳楼自杀了。 突然一阵阴风吹过,东顿觉后背发凉,一只鬼手突然抓住他的肩膀,东吓得立马站起来,回过头一看却什么也没有。 晚上睡觉时,纳塔化作厉鬼再次现身,步步紧逼下,东只好顺着墙外的楼梯往下爬。 眼看纳塔倒挂下来,东一个手滑静直摔落在地,所幸只是手臂骨折。 终于到了火化这天,看着纳塔遗体放入焚尸炉,东如是重负。 为了放松心情,两人到海边度假,一周后,珍到照相馆去度假时拍的照片,他意外发现几张照片是照相机自动在客厅连拍的。 原来事情远还没有结束,珍惊讶地发现这些照片连起来就是一个动态图,上面显示鬼魂正在不断朝着书架移动。 回到家,珍开始在书架上翻找,果真在里面找到一串底片,内容不堪入目。 至此,珍想才彻底浮出水面。 东向自己隐瞒了一件事,他的那些大学同学之所以成为纳塔复仇的对象,的确是他们咎由自取。 当年几人喝醉后,跑到动物标本市,强奸了纳塔,本来东可以做点什么,可他却始终是个旁观者。 为了封口,唐甚至要求东拍下纳塔的艳照,正是这件事让纳塔彻底崩溃,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 知道真相的珍无法原谅东,当下选择和他一刀两断,决定和纳塔的鬼魂刚到底。 通过珍留下来的照片,东意识到纳塔就在家里,于是对着空气喊话,希望纳塔能现身。 然病卵,他又拿着派利德开始拍照,结果什么也没拍到。 东生气的将派利德扔到地上,只听咔嚓一声,派利德自动拍下一张照片。 拿起照片,东整个人都不好了,原来纳塔就骑在他的脖子上。 这也是他为什么脖子酸痛,以及体重严重超标的原因所在啊。 东想拜托纳塔,却意外坠楼,但他并没有死,而是摔伤大脑,被关进了精神病院。 在这里,纳塔将永远骑在他脖子上,每分每秒都陪在左右。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影片堪称泰国恐怖片中的巅峰之作,不是血腥画面带来的视觉冲击,而是实实在在的心理恐怖。 揭开一切悬念的时候,没有面目猙獰,没有尖身尖叫,只有一张飘落的相片,以及一连串的回放,但这足以令人毛骨悚然。 恐怖的最高境界也不过如此了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说完了,喜欢我们的视频,欢迎关注点赞哦。